2017年,一位身价上亿的富豪来到节目相亲,为了识别败金女,刻意伪装成一个手抓饼小贩。 上台自我介绍到爱手抓饼的商贩,但是我也是一个普通人,也希望通过相亲来找一个合适的女朋友,这有什么不对吗? 女嘉宾不屑地说道,你不想努力,还想得到幸福的生活,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配吗? 毕竟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。 另一位女嘉宾问道,男嘉宾,你说你有一辆车,请问是什么车呀?不会是你用来拉货的货车吧? 男嘉宾说道,确实是用来拉货用的货车,要不是因为工作需要,我也不会买这辆车。 女嘉宾一脸嫌弃地说道,你既没车又没房,你还想让女孩陪你吃苦,我看你不是来找女朋友的,你是来找免费的助手的。 男嘉宾生气回怼道,我的要求高嘛,不过是希望女朋友和我同甘共苦罢了,总不能只同甘不共苦呀。 女嘉宾说道,男嘉宾,你说的有道理,但是我认为两个人应该先同甘再共苦, 有了感情基础后,才会坚定地陪你共苦,而不是一开始就和你共苦,这样的女孩是不存在的。 男嘉宾说道,那你能说一下你的规划吗? 男嘉宾回答道,我现在的计划就是把我的手抓饼摊做好,然后再,你快别说了,你这算什么规划? 你这么个手抓饼摊位,有什么好扩大的,说不定哪天你的摊位就被城管给取缔了呢? 再说了,你一个月就挣这么点钱,你怎么有把握,能够攒钱开店呢? 另一位女嘉宾说道,男嘉宾,你打算结婚后还和父母一起住吗?这样很容易产生婆媳矛盾的。 男嘉宾说道,我的父母十分地通情达理,肯定会理解我们的生活的,只要你们不找事,就绝对不会发生矛盾。 女嘉宾说道,这可不一定,现在的恶婆婆很多,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。 男嘉宾,你的父母没有退休金吗?他们现在干什么呀? 男嘉宾说道,我的父母现在和我一起经营我的摊位,给我的手抓饼生意帮忙,但是我是会给他们工资的,虽然他们经常不要,但是我感觉还是要给的。 女嘉宾回怼道,给自己的儿子帮忙还要工资吗?这未免太说不过去了吧。 男嘉宾听完说道,听你这么一说,要是以前,我肯定会犹豫一下,但是现在,我早就创业成功了,我早就买上了房子,我的餐饮事业早就遍布全国了,完全没有问题。 听完这话,女嘉宾是既新奇又震惊,没想到自己签署了一位隐形富豪,剩下的女嘉宾后悔不已,其实,无论是先同甘还是先共苦,这都无所谓,只要能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就好了。 这个皇帝你是傻子令人在一起就好了。 不 horn